好,所以最後呢我們來介紹viewX viewX呢就是來解決Components溝通的問題啦 我們上一堂課在介紹EventBus的時候其實就有提到 Components之間呢,我們可以Parent跟Child去做溝通 用我們的Props跟我們的Emmet 可以這樣順利的溝通是沒有錯 但是如果你們這些Components的關係呢 並不是Parent跟Child的關係 像這種是Siblings的關係 或者你是在某一個很深很深的HTML結構裡面的一個Component 要跟外面的不知道哪裡來的Component要做溝通的話呢 我們的Props跟Admin就沒辦法使用 那我們有提到 雖然我們有做出一個EventBus它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 但它實際上並沒有那麼順手啦 像我們有提到過 它的EventHandler全部都寫在Created裡面 就你兩個Component要怎麼溝通會發生什麼事情 全部都要寫出來寫得很完整 然後全部都擠在這個Created裡面 這是對於維護來說其實沒有那麼的聰明啦 好,那另外一點呢 就是我們的View3它根本沒辦法使用啦 好,所以呢我們今天就要來介紹ViewX 好,那我們的ViewX它是怎麼運作的呢? 好,我們來看這個例子 好,這個例子是我們上一堂課的EventBus 好,那我們在仔細觀察EventBus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真正在溝通的時候 其實是透過事件的監聽 好,我們真的發射了 用Emit發射一個事件 然後呢透過事件來去做溝通 對不對? 對不對? 但你不覺得它很怪怪的嗎? 就是我們其實只是要做資訊共享 對不對?我們希望Component之間 彼此可以分享不同的資訊啊 結果EventBus的做法 是用事件 發射了一個事件 然後這邊監聽事件 去達到這樣子類似的目的 而且它不僅僅是資訊共享 它還做很多事情對不對? 因為我們這個就等於是一個事件的監聽 那這個呢就是一個事件的處理 它就是一個function 所以我們這個function裡面可能會做很多事情 不一定 所以啊就是 我們原本只是很單純想要傳遞資訊 它卻弄得好像有一點點複雜了 就變成說你今天 你要傳遞一個資訊而已 但是你變得好像什麼事都可以做了 因為它是一個function 所以就變得沒有那麼的單純 所以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思考說 把這件事情單純化 就是我們今天就是 只是要分享資訊 就是component之間 它要去共享資訊 真的很麻煩 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想一套方法 就是讓它們很單純 就真的只是共享資訊 就好了 我今天這邊發生一些事情 我的某一個值改變了 那我想把這個值分享給其他component 因為其他component 可能也會用到這個值嘛 所以我就是共享這個值就好了 是不是有辦法做到呢? 好,viewX它就是走這樣子的方向 來,我們來看一下它是怎麼運作的喔 好,我現在寫的版本是view3的版本 你在view2也是可以用的 好,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view3的版本 好,在view3裡面我們要用viewX怎麼使用呢 好,我們先準備一隻JavaScript 好,讓它先把我們的viewX先initialize 先準備好 好,那我們之後是不是就可以順利的使用了 對吧 好,所以我們這邊呢 我們放在資料夾store的index.js裡面 好,我們寫了這樣的程式碼 好,那我們程式碼寫什麼呢 好,可以看到我們這邊是 import create store from viewX 好,有沒有 這邊是viewX 我們在使用viewX裡面的create store viewX有一個很核心的東西就是store 好,就是我們所有的資訊全部都放在store裡面 好,就是儲存在這個store裡面 好,所以我們之後要拿資料啊 或是要改資料啊 其實都是跟這個store有關係 好,所以我們呢 從viewX裡面去import 把我們的這個create store拿來使用 怎麼樣使用呢 好,我們就用create store呢 加上一個物件 好,這是它viewX的基本的初始化的方式啦 就是我們這邊create store 然後跟他說啊,我裡面有一些基本的 state, mutations, actions, modules 好,這就有點像我們在view的create app對不對 你也會傳一些data, method等等 好,那viewX它的預設的一些東西 就是state跟mutation 好,那另外兩個呢 我們先不管它沒關係 因為我們一開始用的 其實用state跟mutation就夠了 好,所以你其實也可以寫state跟mutation 後面就先不管它 好,這都跟我們那個view在create app的時候一樣啦 如果你沒有什麼data 你只有messor,你就寫messor 如果你只有data,你沒有messor 你就寫data就好 有需要用到的再寫就OK了 好,所以其實你也可以直接寫state跟mutation 好,然後讓它去create store 好,那我們這個create store呢 它會建立一個store的instance 好,這instance呢 我們之後就會拿來使用 讓每一個component都可以共享這個store 好,所以我們這邊create store 然後也把這些資訊都準備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export出去了 好,為什麼要把它export出去 好,因為我們要把這個store 弄出去給別人使用嘛 欸,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個import store from我們這個store的資料夾 好,我們這樣寫呢 它就會去store的資料夾 看有沒有主要的一個JavaScript檔案 好,然後去把它弄進來 好,去import它 好,所以呢,它去store資料夾 找到我們的index.js 那我們的index.js呢 它有一個export default 就是它預設會輸出這個東西 輸出什麼 輸出create store出來的那個store instance 好,所以呢 這個create store出來的東西呢 我們就把它import到我們的store 我們給它一個參數叫做store 好,讓它讓我們這個index.js export出來的這一坨 好,變到我們的store這個變數裡面 好,這是先把它叫到我們主要的檔案 我們的main.js的地方 好,那我們的main.js是什麼 main.js是我們的entry point 好,就是我們的view的專案呢 好,第一個讀的檔案就是它啦 好,所以我們一開始 就會先把view叫進來啊 然後把我們的appview 就是我們的appcomponent叫進來 然後呢,也把我們的viewx的store把它叫進來 好,那到這邊呢 我們有了viewx的store 但是我們還沒有使用它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再多加一個小步驟 好,就是我們在create app到mount之間 還沒有mount之前呢 我們就去使用它use store 這樣就ok了 view3就這樣子寫就可以了 好,所以這樣就可以使用囉 好,這樣我們就已經把我們的viewx準備好了 好,那一開始要自己準備什麼 store index.js 啊什麼這些東西 然後再把它叫進來什麼 好像有點麻煩對不對 但其實我們的viewcli啊 你去把viewx加進來之後 它大部分都會幫你打好了 你就直接準備說我的state有什麼 mutation有什麼,這樣就好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樣子準備好之後 其實這都打指令 它就會自動變成長這個樣子啦 這也不是你在準備的 好,那簡單來說呢 我們把viewx加進來之後呢 它幫我們這樣子的準備好之後 我們要怎麼使用它呢 好,這是我們剛剛左邊的 store的index.js 好,就我們先把viewx的create store先弄好對不對 好,但是我們剛剛state跟mutation都是空空的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放一些資訊了 好,首先是state state呢它有點像我們的data 它就是放一些資訊的地方啦 好,只是state呢它是比較特別的概念啦 好,state它英文就是一個狀態嘛 好,我們希望現在看一下現在的狀態是怎麼樣 我們看一下count現在的狀態是如何 被count了幾次了,0次 count了幾次了,5次,100次,如此類的 但是state呢,我們要去改它的時候 我們不會直接去改它的數字 好,所以我們在viewx的store裡面 我們要去改它的數值的時候 我們不會直接改 像data我們就直接拿來count,加1,減1 然後加500什麼就直接改了對不對 但是在viewx的state呢 是不能修改的 好,它可以讀取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修改它 不行,好,你直接改會出錯 那我們要怎麼改 好,我們會用mutation裡面的method來改它 好,像我們的mutation裡面呢 有一個increment 好,這increment就是要增加啦 增加我們的count 好,所以我們這個increment裡面呢 誒,接收了我們的state 然後呢,我們去把state裡面的count加加 好,要去改state裡面的值 就是只有這時候在mutation的method裡面 才可以做喔 只有在這邊才可以做喔 這是viewx精心設計的一個機制 OK,好 所以呢,我們在別的地方 要做state.count++是辦不到的 好,只有在mutation裡面才可以做到 好,這樣子可以去做一個包裝啦 就是你很明確知道說 啊,我現在在幹嘛 我現在在增加我們的count 而不是直接寫count等於500 好,不是這樣做 而是去執行mutation裡面的一個method 就說,啊,我現在要增加一個count喔 我現在要增加一個count喔 我現在要增加一個count喔 每一次就是執行一個increment 它就會自動加1 就這樣 好,所以我們可以透過mutation的做法 讓我們很清楚的知道我們現在在幹嘛 而不是直接說count等於5 count等於100 count加等於2 這樣子很凌亂也不知道你到底在幹嘛 好,這是view 是它特地設計的一個模式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怎麼在view裡面直接去使用它 其實使用方法還蠻簡單的 好,這是我們的appview 好,就是我們的app的component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在count這個地方 我們直接把store的值拿出來 有沒有 用法就好像data裡面的值對不對 只是我們是去找store 前字號store 然後呢,去跟他說 我們要store裡面的state的count 這個值 我們要拿出來使用它 好,所以我們之前在usestore的時候 其實就是把我們的createApp裡面 好,我們有設定一些data,mess,什麼的 然後它再設定一個前字號store 然後把我們這個createStore的instance 丟到這個前字號store的地方 好,所以我們就可以很輕鬆的 好,去看一下state裡面的值有哪些東西 好,就可以直接做read的動作 好,把它讀出來 好,讀出來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要去修改它 我們要修改哪個值的話 怎麼辦 好,我們就要用mutations 好,所以可以看到 我們有一個按鈕 我們去點它的時候呢 欸,它做的事情是去store 前字號store commit 好,它有一個message叫做commit 好,就會去執行 去做一件事情 好,那要做什麼事呢? 做increement 好,就跟它說 我現在被點了 點了以後要怎麼樣 好,就去做一個increement 好,所以它就會看 喔,你要去commit做一件事情 做什麼事 它就去mutations裡面找 increement這件事情 好,所以你就很輕鬆的 喔,我就知道明increement 就這樣 好,然後它就會去執行state 點count++ 好,所以當我們點了它之後呢 欸,count就會加1 好,再點一次 count再加1就變2 好,再點一次就變3 好,那我們這邊呢 也會即時的更新 好,所以views很酷 好,它雖然是自己弄一個物件 叫做state 然後裡面有一些你定義的數值 但是它跟view的data一樣 它是會有反應的喔 它是reactivity的 好,它是有反應的 就是它一修改 好,我們就會馬上發現 然後畫面就會馬上更新 好,就像我們這個頁面一樣 好,我這邊呢 有一個increment對不對 好,這就是我們剛剛的程式碼啦 我這樣一點呢 它就會去commitincrement 它就會去執行mutations 裡面的那個increment的function 好,就是我們剛剛的這個地方 對不對 我們點了它 然後它就commitincrement 好,所以它就會去mutations裡面 去執行這個動作 然後呢,我們的state裡面的count就會加1 好,加1以後馬上 反應到我們的畫面上 好,這個是reactivity 好,就是即時的反應 好,所以呢 你就可以看到這樣子的效果 好,是不是用起來輕鬆很多 對不對 好,比我們的那個eventbus來說 輕鬆非常多 好,因為我們就只是 好,把資料放在state裡面 啊,你要修改資料 就用commit 好,在mutations裡面做就好了 好,所以這些操作呢 會變得非常的非常的乾淨 好,那我們剛剛在做的地方呢 是我們的appview 好,那我們也可以在別的 好,在別的component 去做同樣的事情 好,這是appview裡面的 helloworld.view 另外一個component 一樣我們也可以去做同樣的事情 好,去把我們的count讀出來 好,從我們的store.state.count 好,去把count值讀出來 好,那你要去更改它呢 也是一樣,commitincrement 好,所以大家都可以用這個store 都可以用這個store去讀到我們要的值 也可以用這個store去commit 好,去做一些我們要做的mutations 好,所以這樣子寫完的結果呢 就是我們剛剛的這個畫面啦 有沒有 我這邊點 它就會執行increment 我們的count就會加1 對不對 好,所以這邊會看到有改變沒錯 但這邊也跟著改變了對不對 有沒有 上面其實是我們的app.view 下面呢是我們的helloworld.view 好,但是為什麼他們都會跟著一起改 因為他們共享了同一份的資料 好,所以這就是viewX 其實用起來還蠻簡單的對不對 好,來稍微帶一下專案給你們看 看一下說 我們這裡面的程式碼到底長什麼樣子 好,畢竟又說的有點抽象嘛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整個專案的資料夾 好,這邊呢是我們的store的資料夾 裡面有個index.js對不對 好,這就是我們一開始準備viewX的地方 好,我們先從viewX拿到createStore 好,因為我們要拿這個 來建立我們的store的instance 好,那建立的時候呢 我們給它說 啊,我們的state長怎麼樣 mutation長怎麼樣 好,諸如此類的 好,設定完之後呢 我們就export它 好,所以呢 在我們的進入點 就是我們的main.js 我們就可以把它叫進來 有沒有 import store from store 就是去這個資料夾 找到這個index.js 把我們剛剛這個create出來的instance 把它export出來 好,然後 import到我們的進入點 好,就是我們的main.js 好,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那就已經有一個store可以使用囉 好,但剛剛講的是我們的viewX 好,還有我們的store 但是我們還沒有把這個東西混到我們的view裡面 對不對 好,那我們的view會做什麼事呢 我們的view會做一個createApp 然後綁定在某一個節點上嘛 好,所以我們在createApp之後 好,在mount之前呢 我們就去useStore 把我們的store叫進來 好,這樣就準備好了 好,這樣就準備好了 好,所以我們剛剛做的事情是在 在我們的store的index.js 先把viewX準備好 把我們的store準備好 然後呢 把它import到我們的進入點 好,我們的entryPoint 好,就是我們的main.js 好,所以到這邊準備好了 沒有問題了 之後呢,我們就要開始使用啦 好,怎麼使用 好,像我們剛剛在這邊就有先定義說 我們的state裡面有什麼樣的值 好,那我們有哪一些mutation 可以去改變我們的state 對不對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去使用 像我們這邊一開始 man.js 有去把一個app.view叫進來 對不對 好,在我們createApp的時候呢 就用到的就是這個app.view 好,app.view在這邊 好,這是最外層的那一層component 好,那裡面呢 就寫一個圖啊 好,跟我們的storeStateCount 就把我們的這個store裡面的值拿出來印啦 好,這就是我們剛剛頁面上的這個部分 好,所以剛剛那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的這一塊 好,那接下來我們有一個按鈕 我們點它以後呢 會去執行store裡面的commit 請它commit什麼 跟它說我要做一個increment 好,所以它就會去執行這個mutation的increment 去把我們的count加1 好,count加1 好,所以我們點擊它之後 會怎麼樣 它就會把count加1 好,就即時反映到這畫面上了 好,為什麼 好,因為viewX跟我們的view一樣 它對這些值呢 有reactivity的效果 好,就是一有改變 馬上就會反映到畫面上 好,那這是我們的app.view 好,有去用到我們的storeStateCount 好,那也有用到我們的commit 對不對 好,但是呢 它底下還有一個helloWorld 有一個自己寫的另外一個component 對不對 好,那這component呢 我們有把它叫進來 然後呢,我們也有去設定它 好,所以我們在這裡面 的確有用另外一個component 好,另外一個component長怎麼樣 好,另外一個component長這樣 好,它裡面呢 有提供一個訊息 好,用h1去顯示一個訊息 Welcome to yourview.js app 好,有顯示了這段訊息 對不對 好,那接下來呢 我也做了一樣的事情 好,做了一個count跟一個commit 好,那 你會發現這兩個東西 就都一樣嘛 對不對 剛剛在app.view呢 也是長這樣 好,在我們的helloWorld.view呢 也是長這樣 好,因為大家都可以共用同一個store 好,這個store就是大家都可以用的 好,所以就這樣很簡單 好,你要用什麼樣的資訊 你就去跟viewX的store拿就好了 好,那你要去修改它 好,大家都要用到了這個state的資訊的話呢 我們就用commit 好,去對它做一個修改 好,我們實際來寫一個有viewX的專案來試試看 好,我們來使用viewCLI viewCreate 好,我們就來建立一個專案 就叫viewXDemo 好,那我們用view3的版本 來建立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就切換到我們的viewX的demo 好,切到這支交甲,然後去run 這個 好,npm run serve 好,那我們就得到一個網址,我把它貼在我們的網頁上喔 好,我們這邊得到了我們的一個view的完整的專案對不對 好,那現在呢,我們就直接把viewX加上去 好,就直接加上去囉 好,我再開一個tap出來喔 好,我們在剛剛的viewXDemo的資料甲裡面 用viewCLI去新增一個plugin 這個plugin的名稱就叫viewX 好,我們這邊得到了我們的一個view的完整的專案 好,我們這邊得到了我們的一個view的完整的專案對不對 好,裝完了,裝完我們的viewX了 這時候呢,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樣的變化喔 好,我們頁面看起來沒什麼不一樣啦 好,所以我們直接用atom打開我們的專案 好,打開以後呢,欸,你會發現 這邊有幾個顏色不太一樣對不對 好,因為一開始 好,一開始這個灰色的 好,就是我們一開始專案產生之後的樣子 好,但是呢,欸,這邊有一些奇怪的顏色代表說 喔,它有做一些更動 做什麼更動? 好,就是我們有做view at viewX對不對 好,就我們剛剛下的這個指令嘛 vie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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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w at viewX 好,加上了我們一個新的plugin叫做viewX 所以呢,我們package.j上就有一些改變 改變什麼地方呢? 好,改變了看一下我們的package.j上有沒有 欸,我們有加上一個viewX 好,4的版本 好,對不對 好,那還有什麼改變 好,package.j上有改變 package.j上也會跟著改變 好,這我們就不用管它了 我們來看其他的 欸,我們發現呢 我們有多一個特別檔案 有沒有 好,這是什麼 這就是在我們的sources sources就是我們開發的資料夾 好,我們的進入點啊 好,像我們的man.js啊 appview啊 什麼東西都放在這邊 好,我們的assess也是都放在這邊 好,就我們所有開發的東西都丟在sources裡面 好,那你看到這個資料夾裡面 欸,有一個新的綠色的資料夾 綠色呢,綠色就是全新 好,就是從來沒有記錄過的 好,這個檔案 好,就是我們index.js 有,沒有 就跟我剛剛寫的 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樣啦 好,因為我那時候其實也是 就加了viewX進來 它就自動幫我們生成這樣的東西 幫我們準備好 而且不僅僅是這個檔案喔 它除了幫我們準備viewX 還有我們的createStore之外呢 咦,它在我們的main.js這個進入點 也直接幫我們import了 而且也直接幫我們use了 所以就整個是 全部都ready的狀態 就是你只是下一個指令 把viewX加進來 viewCLI就自動幫你全部都準備好了 好,所以現在要做什麼 現在我們就直接去component裡面寫就可以了 好,可以看到我們的main.js 對不對,這邊都弄好了 然後呢,它有把app叫進來對不對 所以我們待會要改的地方 就是直接使用我們的viewX 就是在我們的appview裡面啊 或者是它裡面的helloWorld 這個helloWorld.view裡面 去使用這個viewX 就這樣 所以我們就很單純的就下這個指令而已 就把它加進來 view就自動幫我們全部都弄好了 就是這麼的輕鬆 好,所以viewCLI真的很好用對不對 下個指令全部都傳後誰啊 全部都幫你準備好了 好,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啦 好,我們自己動手細細看 我這邊就加一個 加一個p 那我這邊要印我的count嘛 對不對 count 只是呢,我這邊要用count 但是我的store裡面還沒有這個值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在state這邊加一個count 好,一開始是0 好,那我們也有mutations 然後我們加一個increment 就寫一樣的東西啦 好,increment 它是一個function 然後我們要把這個state傳進來 好,這樣它才可以使用它 state.count++ 好,讓它去加等於1 好,這是我們的index.js 好,這是我們的store底下的index.js 好,準備好了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使用啦 我們就可以去印一下我們的store底下的state的count 好,存檔看一下 有沒有,count0馬上出現 好,那我現在再加一個button 馬上再加一個button 好,當它click的時候 點擊的時候 要怎麼樣 好,我們希望呢 它去執行store的commit 去commit什麼 去commit我們的increment 好,就去跟他說 好,麻煩你去執行這個mutation 好,就這樣 好,所以我剛剛存檔 欸,有沒有有一個按鈕 啊,我的按鈕還沒有寫字啊 不好意思 increment 好,存檔 有了 好,這時候點會怎麼樣 它呢,會執行我們的 這個mutation裡面的increment 然後呢,去把我們的state裡面的count加1 好,所以這邊應該會看到它變成1 有沒有,就這樣 好簡單喔 好簡單,對不對 我再點點點點點點點 有沒有 它就一直幫我增加 好,所以要用view.xn 非常非常的簡單 下個指令 加到我們專案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這大家都幫我們準備好了啊 對啊,都幫我們準備好了 我們就直接使用了 就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方便 用法也非常的簡單 好,那我想要在別的component底下去使用它呢 也是可以的喔 好,我們來打開我們的helloworld.view 好 好,我們在這個h1的message底下 好,再加一個按鈕 好,所以呢 他待會會在這個 Welcome to your view.js app 底下多一個按鈕 好,我們也是一樣 好,我把它加上剛剛的這個按鈕 好,直接打好了 Button 好,它呢 那Click的時候 怎麼樣 Click的時候去執行我們store裡面的commit 好,去commit什麼 去commit我們的increment 就這樣 好,那我這邊記得打個字 跟它說我這個按鈕的用途是什麼 好,就是要increment 好,我存在檔裡看有沒有發現 多了一顆按鈕 好,那我這時候點會怎麼樣 這個也跟著更新了對不對 為什麼會這樣 好 因為我們這兩個按鈕它去執行的 都是我們view.js的 這個mutation嘛對不對 它執行的都是這個 這個呢,它就直接針對 我們view.js裡面的這個count去做變動 對吧 好,所以這兩個按鈕 雖然它是在不同的component裡面 好,有沒有一個是在hello world 然後一個在app對不對 好,是分開不一樣的component 但他們做的事情都是一樣 針對我們的view.js的store 去做一些事情 好,那做完這個事情之後呢 我們在不同的地方 好,在app component 也可以在hello world component 都取用到同樣的值 好,像我這邊在app component 好,取用了這個count的值 好,所以我們這邊會看到 這個count,對不對 好,那其實呢 在我們hello world 這邊也是看得到的 沒有問題 有沒有 都有 好,就把它再加上一行 大家都可以使用 所以通過view.js呢 就可以讓我們的資訊傳播 在component之間 資訊的傳遞啊 資訊的共享啊 變得非常非常的簡單 好,最後呢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我們的view.js 在view.js跟view.js 跟view.js 兩個版本裡面 它的用法有什麼樣的差異 好,我們view.js 其實已經看過了 好,我們就先import 我們view.js裡面的createStore 用它來建立我們的 store的instance 好,這是我們的store裡面的index.js 好,所以我們在我們的進入點呢 從我們的entry point 像我們的main.js裡面 就把它叫進來對不對 好,叫進來之後呢 欸,我們在createApp後面去use它 好,use store 好,這樣就是準備好 就可以開始用了 好,這是view.js的寫法 好,那在view.js呢 好,不太一樣喔 好,view.js呢 你會看到它的是 importview.js from view.js 好,它是直接把view.js弄出來 好,不像我們view.js 只是拿createStore來使用對不對 好,它是直接把整個view.js拿出來 然後呢 我們直接用view.js.use 好,直接讓view呢 去使用我們的view.js OK 好,所以在這邊就不太一樣了 好,那我們在export的地方呢 它也是用newview.js.store 好,這是我們view2的寫法 view2的用法 我覺得它這樣做呢 是為了要跟view2還有view3 好,做一個一致性的動作 好,因為view2它在建立viewinstance的時候呢 它也是用newview來建立的嘛 對不對 好,那view3呢 它就是用createApp去建立它的viewinstance 好,所以view.js感覺也是follow view的版本 好,做不一樣的設計 好,view3就是createStore 好,那view是createApp嘛對不對 好,那view2呢 好,就是直接用new newview或是newviewx 去建立一個新的instance 好,所以我們view2呢 是這樣子 importviewx 然後useviewx 之後呢 在exportnewviewx.store 它的寫法是這樣 好,那在我們的entry檔案呢 就是我們的main.js裡面 好,我們會建立一個view的instance 對不對 你看它就是用new的方式 newview 好,那我們原本會寫一些 什麼data啊,messor啊 那這時候呢,我們再把store放進來 好,這個store的寫法呢 其實是es6 在物件裡面的一種簡寫啦 它原本的寫法其實應該是這樣 好,就是說 欸,我們有一個縮影值叫store 那它的值呢,是一個store 好,這個store就是這個 好,就是說我們傳一個物件進去 對不對 好,那我們傳的物件其中一個屬性叫做store 好,那這個屬性的值呢 就是我們import進來的這個store 好,那這個import進來的store是誰 好,就是我們前面這一坨嘛 好,我們這個export出來的東西 對不對 好,好,這是我們最開始在index store index.js 準備好的store 好,然後呢 丟到這裡來 然後放到我們的view instance裡面 好,那後面呢 就可以一樣 就用法是一模一樣的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 好,好的